周传雄作为乐坛的音乐教父是一代人心中的回忆 凭借一首黄昏成功打开知名度 周传雄的歌声里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独特的声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演唱了不少优秀的音乐教父 他不仅唱功了得 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 这首《寂寞沙周冷》作为他的代表作 那种忧郁的感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相信不少人都是通过黄昏认识周传雄的 他得天独厚的声音 有一种文艺青年唯美的气质 浪漫沉稳的感觉是不可多得的 《挪威的森林》是500原创的一首歌 在乐坛被不少人翻唱过 在蒙面歌手的舞台上 周传雄的翻唱太洗脑了 开口就是别样的感觉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哎 你能不能唱两句500老师的歌让我们听听 摇摆起来 哦 它可以耶 摩托车没有开 让我将你心儿在下 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看我在你心中似火人万没有下 天哪 哎 他的声音里面真的有台湾槟榔的味道 济世本是一首经典歌曲 在周传雄的唯美演义下 有一种时尚阳刚的感觉 唱功了得的他绝对 是乐坛的实力唱将 爱的痛了 痛的哭了 哭得累了 日记温你夜夜之中 记载着你的好 想象你的不要 而反复跟着我 爱的痛了 痛的哭了 哭得累了 矛盾心里 从此尽求 劝自己要放手 闭上眼让你走 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蓝色土耳其也是一首经典 周传雄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 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 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那种独特的气质是旁人所不能比拟的 爱贪恋着你的风情 诱惑着你的生命埋藏了 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 静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 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 爱情灰色眼眸里 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大伙优优的人 我愿乱什么